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大约10岁的时候就开始滥用酒精和大麻 到了12-13岁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我开始接触到其他类型的毒品 15岁开始我就服用较强的快克和何卡恩 父母都搞我不行 我经历过7次的过量服用毒品 两次都被抢救回 严格来说我死过两次 大概一年之前我知道我需要帮助 我就告诉我家人 姓梅厄尔之家的大门 成为Raymond的人生转雷点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成就了这个转变 姓梅厄尔之家是由好像你一样的 教区公益金膳掌所资助 这一个是上主用你的捐赠而造成的 姓梅厄尔之家 是一个为染上毒癮和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 男性住院治疗计划 Raymond在治疗中心住了90天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非常之强烈 第一个月之后 我感觉较为舒服 辅导员都很好 即使他们很忙碌 如果你有需要 他们都会放下一切 跟你交谈 你就知道他们很理解 昨天是我保持清醒满六个月 感觉非常之好 好事也正在发生 我有很好的家 我可以重返校园 相比一年之前 我现在有无尽的希望 我认为没有人会注定失败 我们确实见到很多人都完成了 然后搬入住房 找到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确实见到很多人的成功 如果你看看社区的需求 教区公益金机构就在那里 全来有你 他们的重要工作才得以实现 你在这里帮助一个 不知道如何找工作的加拿大新移民 你在这里帮助一个 需要朋友和群体的孤立老人 你在这里帮助一个抑鬱症患者 报入免约诊所接受辅导 你在这里帮助一个正在努力 完成高中毕业 并为孩子提供健康人生起点的年轻母亲 读隐影响兄弟和父子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在自己 或者家人身上 代表着姓名厄尔之家的每个人 如果没有捐赠者的帮助 我们将无法做到这一切 捐赠教区公益金 你在这里改变很多的人生 你可以在教区公益金主日捐款 随时在堂区或安全地在网上捐款 在马逗福音里 耶稣告诉门徒如何去生活 祂说 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吗 我喝了 你们给了我喝的吗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这个令我们成为上主的真正门徒 不单是用耳朵去听从他 而且是用我们的心和双手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在这个教区最有效地做到这些 就是通过教区公益金 我呼吁你们 慷慨捐赠教区公益金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主耶稣的门徒